好 美国爱达河州中部山区 最近发生森林大火 目前火势已经延烧到旅游胜地海来市了 那么有超过2000户的居民遭到强制撤离 而在佛罗里达州以及这个北卡罗兰娜州 则是因为大雨道路严重积水 画面上可以看到浓浓的黑烟笼罩在天空 而远处森林的野火还在不断的熊熊燃烧 地面上则有大批的救援车辆 消防车来回的穿梭 而当地的消防单位还出动了直升机 从空中进行灭火的工作 整个野火的情势可以说是相当的紧急 这场森林大火是在7号 从史瓦图斯国家林地一路的延烧 17号已经波及了旅游胜地海来市 当地已经有超过2000户的居民撤离 延烧的面积已经将近了10万英亩 目前有近千名的消防员投入灭火的工作 但是火势可能会逼近滑雪盛地太阳谷 而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南部 超大豪雨导致道路变成了小河 路面积水严重 车辆行驶的时候不断地溅起水花 而在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巴拿马市 因为大雨造成淹水 气象单位已经发布洪水警报 呼吁当地的居民注意 东升行驶